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俄罗斯差点发生争变 那没有发生 不过我们来看看能学点什么英文 大家好 我是Paul 最后走英文一期读 所以这个普丁说 嗯普京普丁随便了 他说这个COUP 差一点就引发了一个Civil War内战 那COUP怎么念 好 tricky了 P不发音 他就念酷 military coup OK 还有一个字也是 有这个P不发音的这个念法 就是CORP 那像我们讲说海军陆战队 就是Marine Corps 那他的发音跟这个核心是一样的 COR 所以不是CORP 那个P是没有音的 OK 所以这个COUP也是一样 OK 所以他那个叫做他叫做什么Vogner 那这个字的发音也很有趣 这就是那个叛变的那个人的姓 是不是啊不对 好像是他的那个组织名称 你可能会W开头Wagner 我相信这可能是美国的念法 英文的念法 可是他的发音 我查了一下 听了一下相关的报道 他们都把念成Vogner 就W变成了V的音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了 我也遇过另外一个字 也是W变成V 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 我记得好像跟行政管理学还是政治学有关系的 他叫做 Max 他叫Max 然后他的姓是W-E-B-E-R 应该没有两个B 应该是一个B 那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有老师把他念成Max Weber 那可是好像 也有一些教授 说这个应该念成Max Weber 所以因为W是V的音这样 好 这个都不是重点啦 你如果真的念成Weber的话 真的不会怎样 或者你甚至把他念成Weber 当然不会念成Weber 因为如果是Weber 感觉会是Double B 就是这不是重点 回来这里 所以Putin says Coup almost triggered civil war 所以COUP再一次 所以这就是他想要推翻他 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Military coup OK 所以你可以加一个军事这个字在前面 Military coup 那或者你可以叫他反抗军嘛 总之就是 推翻政府 Insurgency 也是可以的 OK Insurgency 等一下好像也会看到 所以我们来现在读一下下 那这边在说的这个目前的报道 因为这个事情事实上还是在ongoing 我现在看了网站 他也是有live update 他现在说的是呢 似乎Putin就没有打算再继续追究这件事情了 所以本来是要来去好好的办他 用一个什么罪名或之类的 So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to a popular mercenary leader and thousands of his troops was formally closed Tuesday in the wake of their 36-hour armed revolt 好这边就先到这里 所以这个criminal investigation 所以本来是要用一个就是犯罪的一个调查 所以你想要推翻这个政府 他认为你是一个criminal这样子 所以这个criminal investigation 那动词就是was formally closed 当然动词是be动词 close变成形容词 所以这个investigation呢 关起来了不查了 OK 那本来是要查什么 所以investigation后面接的介细词常常是into So you investigate into something 这样子 OK So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is thing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It's a popular mercenary leader 所以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mercenary的一个领导人 那什么是mercenary 就是傭兵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一些平常不太会看到的字 mercenary leader mercenary 傭兵 所以他是一个傭兵的领导人 以及他好几千个的这个士兵们 So a popular mercenary leader and thousands of his troops 好几千的这个阿兵哥们 所以这个investigation呢 was formally closed Tuesday 礼拜二 了结了 in the wake of 这我们以前讲过 那again 如果你是新年观众 没有关系 我们就再讲一下 wake这个词 你可能会想说 不就醒过来吗 那 这边我们就要稍微 update一下 我们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资讯 wake这个词 除了醒过来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海边的浪 一般叫做wave 对不对 但 也有另外一种浪是 你在开一个气船 那边走 那那个开着那个气船 后面是不是也会激起 那个水花浪花 那那个就不叫做wave 那个就叫做wake OK 所以那个东西叫做wake 它是一个名词的 它不叫wave wave是ocean wave 所以不叫ocean wake ocean wave 海洋 海波浪 那但是气船制造出来的叫wake 所以我们说 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就是在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个后面的那个波浪里 这样子 所以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就是after something 简单的说就这样 OK so in the wake of 加个名词 你就可以把理解为after 那个名词 就是一个比较 不同版本的说法 简单的说 所以这里in the wake of 就是after 好 所以这个investigation 已经不侦察了 在什么之后 在他们的36个小时的armed revolt之后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36小时的武装的一个revolt 那这个revolt我们刚才看过 说military coup 是这个反抗军的起义 接干起义 所以这里另外一个字 revolt 所以我们也看下去 所以把它写在这边 revolt OK 好 所以在他36个小时这个 而且arm是武装的 没问题 那所以 在这边 这个Vladimir Putin 他就说了 这个东西 把他们这一次的这个coup 把这个国家差点带到了内战边缘 那边缘这个字 他用的字是brink B-R-I-N-K 把这里读完 so whic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cknowledged brought his country to the brink of civil war OK 所以这里的witch就关带前面的这一个 这个政变 那他的动词 他是主歌 那他的动词呢 就是brought 那你想说前面有个字是 Vladimir Putin acknowledged 这不是也是动词吗 觉得普京总统 承认 对不对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关带句子里面 有时候会觉得让人家 会困惑的地方 怎么说会困惑 就明明这个witch 关带的是前面的revolt 可是你后面又加了一个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这个名词 当成主词 然后他又加了一个受词 就是acknowledged right 对不起加了一个动词 所以他认可什么什么东西 那但是后面又来一个动词brought 所以这个witch的动词 到底是acknowledged 还是brought呢 好这边我们 我稍微 我换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关带结构 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就是 在你的关带句里 如果多塞了一个句子 那个句子只是 他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他就只是说 谁谁谁声称是什么 或之类的 我讲到这样 你大概还是听不懂 我直接给例子给你看 假设今天要 不用假设了 现在台湾要选总统 所以明年要选总统 然后假设我就是一个 西瓜味大便的人 所以呢 我就会投给那一个目前民调最高的人 就这样了 OK 所以我就说了 I am voting 加一个售词 I'm voting 柯文哲 I'm voting 赖清德 I'm voting 侯友仪 对不对 好 所以vote 谁谁谁 这样子 Vote要不要加4 好像不用 You vote somebody 好 那 所以 I'm voting somebody 加的是售词 可是 这个售词是我现在要调整的部分 就是我要投给那一个媒体说会当选的人 因为我刚才举的例子是 我要投给那一个民调最高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写 我的X就换成the person I'm voting the person 抱歉 磕个手 I'm voting the person 什么person呢 媒体说会当选的人 所以你觉得这个the person后面接了一个关带 who Right I'm voting the person who 那这个who后面接的是 媒体说 还是会当选 我的中文讲得很清楚 我要投给那一个媒体说会当选的人 我说哇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中文我很听得懂 英文要怎么翻 所以里面有一个 媒体认为他会当选 的这么复杂的一个概念 里面似乎有媒体是一个阻隔 动词是 说媒体认为 媒体说 可是那个会当选 当选似乎又是一个动词 就是这个人当主持 这个人会当选 对不对 所以这个who到底是 阻隔还是受隔 还是之类的呢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就很简单的 就说I'm voting the person who will win 这是我 这是这个 我要表达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会投给那个会赢的人 你怎么知道是他会赢 我媒体说的嘛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who 后面直接再接下去 the person who the media 或者the press say I'm voting the person who the press say will win 那你就思考一下下 这里的重点到底是 媒体说还是会赢 当然是会赢 我投给那个会赢的人 我投给那个媒体说的人 说什么 说他会赢 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 who的动词 是会赢 而不是 他是媒体说的受词 这样子 好 所以 或许我们再说更简单点 就是这个媒体说的部分 你是可以把它拿掉 没关系的 这只是一个 附加的资讯 所以他并不会影响到 那个关带是阻隔 还是受隔 因为他的 他的决定阻隔 受隔是 剩下后面的部分 就是会赢的部分 所以回来再看一下 这个Vladimir Putin说的话 所以这个 这个military coup 斗点后 whic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cknowledged 这是不是就等于 我们刚讲的媒体说了 brought his country to the brink of civil war 所以which brought his country to the brink of civil war 所以这个 coup 差一点把他的国家 带到了一个 内战边缘 所以他的动词 其实是brought 而不是acknowledged 好 这个讲的有点久 但我想应该没关系 大家反正学英文 所以这个 他讲的战争边缘 内战边缘 用的字叫做brink 所以brink这个字 就有边缘的意思 那还有一些别的 算是整理 因为我记得这个 我们也是讲过的 但当然我们也说 常常复习 旧的东西 所以如果真要说边缘的话 edge这个字不是不行 还有verge这个字 也可以是这个 边缘的部分 on the verge of someth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on the brink of something 之类的 OK 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现在要我临时想 好像也有点想不起来 最近脑误的很严重 甚至连margin这个字 都有边缘的意思 OK 不会比较少用到 on the margin of something 就是 OK 这小小整理一下 来我们再小小 要不要很快再看一下 好了 OK 所以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跟他的华格纳团体呢 跟他的华格纳团体呢 停止了 这个犯罪活动 ceased criminal activities 所以cease这个字就停止 简单来说 OK cease 这个可以说一下 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 cease and desist desist cease and desist desist 这是干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这个通常是 就是你去请律师 发一个喊 给一个 谁谁谁 叫他停止 什么什么的行为 好 我曾经收过一封这样的信 被律师警告 被谁呢 被我以前所住的社区的里长 因为那个里长啊 他 讲一些这个就没有 没什么意思 不过为了解释 我还是说一下好了 就那个里长做了一些 我不太开心的事 我认为他欺骗了李民 所以我就在我那个社区的 那个line群组里面 就就开始说了一些 他的这个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说的都是 事实 没什么好那个的 只是我的语气有点差 OK 我就在里面说 我一定会咬着他 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 他要是敢再这样子 欺负我们这些里民的话 我就继续咬着他 我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他的这样子 OK 他最好批给我绷紧一点 就他在那个 他本身没有在里面 但是他有眼线在里面 那个眼线就把我的 这些对话截图下来 给他看 他就写了封律师信给我 就说这个 就这位某某先生 就是我 要是你继续在 用这种情绪性字眼 批评什么什么什么 怎样的话 那我一定采取法律行动 他认为我 诬蔑了他的名誉什么三小子 所以他就要我停止这个行为 所以这种用法律来压人家 要人家停止行为的这种东西就叫做 seize and desist letter OK 好 我很确定中文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的翻译 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的 好那无所谓 OK好 所以 讲的这好像也差不多了 所以总之这个东西 It's an ongoing thing 所以或许这个人 会不会继续被追下去 不知道 I don't think it's easily forgivable because this guy almost took over power 所以我再讲一个字好了 他差点就把这个政府给推翻了嘛 所以如果真的把他推翻 这个叫overthrown OK The government was almost overthrown Putin's administration or should we say regime 所以他的这个政权 一般民主的政权 我们可能叫它administration 因为他真的是 他们就是我们政府 是托管给 人民把这个政府 托管给这个领导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它administration 可是如果今天是比较独裁政权的话 我们通常叫它regime 这样子 所以这个Putin的regime 差点就被overthrow了 那你觉得他会放过他吗 我是觉得 这需要很宽宏大量 那在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里面 宽宏大量通常不见得有好下场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迟早会被绊 就是 好啦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